大家好,这里是童韩君 最近听小伙伴反映说 他的创作上面出了点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大家一般知道,在网上有很多资源 比如像图像的呀 有那个音效的呀 甚至是视频片段的资源 如果你能够把它们合理的用在你的视频里面 你的视频会更加的出彩 对不对 但是呢,他们就说 虽然说素材找到了 但是呢,它下不下来 对,因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版权保护啊,或者说是 各种各样的一些网站的处理啊 它需要你的一个流量啊 这样子的,所以说它会去 让你去完成它,规定给你的一些任务 你只要完成它的任务之后 你才能下载,甚至这个任务有的时候是要 你要给它钱,懂吧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很多时候 并不特别合理,然后我今天就出一个教程 来教大家怎么去取巧的 善用你的浏览器 去获取这些资源 对 当然里面可能或多或少会涉及一些 关于版权的一些纠纷 或者是一些纷争 我觉得很多时候,嗯 就是它因为有很多开源的这些素材 但是它有些网站比较黑心的 它也都给限流了 所以说我就是,只是因为技术无罪嘛 对不对 我们伟大的王鑫 某波CEO,说过技术无罪 对不对,我们就教大家技术 至于怎么去用,那是各位自己去考养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教程 嗯,首先呢,大家可以 我就是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起 那比如说像这种,一般大家都会去 什么泥图网找一些素材 比如说像PVT的一个模板 或者说是什么PSD 就是我们Photoshop的 这么一个模板,然后呢 上面那些字是可以换的,对不对 那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就是这是最简单的 我从最简单开始讲,比如说你要这个素材 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然后我们另存为 对吧,这是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保存在桌面 什么地方,对不对 我们可以保存 那这个这个是最简单的 如果你是需要那个什么 它这个下载是什么 它下载的是那个PSD的格式 就是说你这些字啊,是可以编辑的 你想完之后它是一个PSD 这些都是图层来的 关于就是如果有去深入学习过PS的小伙伴 应该都知道 就是如果说你只是需要一个 比如说你要这个这个头像 或者说你要这些小的这些花花草草啊 这些作为一个背景图层 作为一个背景的这么一个样式的话呢 这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这是最基础的啊 这是最基础的 好,最基础要完呢 我们交一些比较高级的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哎呀这个网站呢 这个网站写的这个页面很不错 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对不对 对,我们这个啊,这个图 我觉得这个特别漂亮 我想把它下下来 怎么下呢 就是只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欣赏 对不对 我们点一下,我们右键 这个浏览器点下审查元素 好,哎,你晓得到了 它是这个,哎,看到没有 它这一条,这一个蓝条 这框起来这里面 就里面就有它这个图像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可以把它展开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 首先它的这个图片的话呢 它这个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里面设计到一些 嗯,贵也无所谓 我看看啊,哦,对 不算复杂 它那个,嗯 这个,这个,点JPG 这个格式的,嗯 这个网址 它就是代表的这个图片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里打开一个新的标签页 然后呢,我们把,哦 点出键了,不好意思 然后呢,我们把刚刚的那个链接复制进去 哎,这样一个图 就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而且这个就是原图 啊,我觉得这个图做的也很不错 我也把它,我们把它收藏了 对不对,我们收藏一下 好的,我们收藏完之后呢 那个,这是进阶了啊 进阶一点的 因为我们刚刚用到了这个,呃,右键 对不对 然后调出了这个,这个所谓的 控制台的这么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窗口 那么我们这个,控制台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可以把它开启 怎么开启呢 按一下F12 它也可以开启 好吧,那这个呢 就到我们接下来更加进阶 进一步的这么一个,呃,学习了 就是怎么去抓这些资源 那么图像说完了 我们还有音效,对不对 有的时候比如说,呃,那些知名的UP主 用一些什么特别搞笑的转场 比如说咻,呃,然后还有什么,呃,你知道吧 就这种特别搞笑的这种,啊,素材 有的可能是他们自己录的,哈 有当然更多的我觉得 比如说像那种什么罐头笑声呢 都从网上找来的 就这些素材 那比如说我们随便点开一个,一个网站 那么,呃,我们,那个 像,像,比如说我们随便点开这个网站 我们听一下这个音乐 比如说假设我们要下载这个音乐 啊 对吧 这是一个音乐,对不对 这是一个音乐 但是我呢 有的时候可能是当然是个音效 比如像这种 这个翻页的一个音效 对不对 我们怎么去把它下载下来呢 如果我们按 他网站规定的常规的方法去下载的话呢 是怎么下呢 我点下载 OK 我们点下载 他你登录 好,没问题 登录的是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登录,对不对 好,登录完之后呢 我们再点 他就让你付钱了 啊,这就是很不靠谱的了 对不对 那我就觉得,明明就是免费的出财 你很多都是开源的 你为什么要拿我们的钱 对不对 那我们就教大家最简单的方法 点F12 点开之后呢 他有个Network看到没有 大家看啊 这是那个Elements元素 然后呢 啊 Consol就是 Consol就是一个控制台 输入的 然后这个是资源 这个Network就是他的一个网络的一个 呃,一个情况 就比如说你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FNF12之后呢 已经过了 呃 那个18000毫秒了 对不对 那现在到223毫秒 对不对 他是这样来算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点一下 诶 这个翻页的时候呢 他就 他其实是 因为他这个资源之前加载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再打开这个控制台的情况下 按一下F5 啊 我们按一下F5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翻页 然后呢 诶 我给我看看啊 这个 我刚试的时候我记得还是 哦 我知道为什么了 嗯 因为我刚呃 点成就是这里哈 这一条 他有一个什么 JS CSS 这里 你要选择ALL 全部 好吧 然后呢 选完之后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 我让我想想啊 我再重新加载一次 偶尔也会出一点披露 之前试的时候 他就是可以直接在这里 有一条是这个 呃 翻页的这个声音 嗯 我看看好 检查一下是怎么回事 嗯 如果实在不行 他那个 你可以点一下这个 哦 我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有缓存 他这个需要你轻缓存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 呃 因为他这个就是你 你把这个整个网页关掉 或者你新开一个网页 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我们到另外一个 柔软器里面去打开这个网页 比如说现在我们F12 打开F12 好的 我们打开这个网页 对不对 我们再打开Network OK 这个时候再点 好 翻页 那你看 这里就出来了 有一条 对吧 这个 以点wav结尾的 就是这个音效了 我们把它 open in new type 就是打开 就是在新的页面打开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点击下载了 好 点了下载之后呢 大家可以听一下 哎 就是这个翻书的这个音效了 对不对 啊 那好 我们就是说 呃 因为它这个浏览器里面已经加载了我们的之前的资源 所以说我们要换个浏览器再重复我刚刚的操作才行 OK 这是更进一步的啊 这是第三阶的 好 我们看一下第四阶的操作是怎么样的 啊 我们音效已经讲讲的差不多了 一般的话呢 可以这么去去抓 嗯 然后图片的话呢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这些大佬写的网站 他们的个人网站 像比如说 我刚刚重复我刚刚那个方法 右键 然后到审查元素这里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 因为它那个hider 它是包含了全部的 它里面呢 它因为它是网页的话 它里面 有一些写的一些函数 它之类的 它是 它不会让你轻易的去 它是有分层 你知道吧 一个网页它有分层的 它可能 它这个看到没有 它这个logoohyhello 这个是一个图层 它这个图层 包括了 从左上到右下 这整一个面板的 所以说 也就是说 你把它从2D看成一个3D 你虽然说 就是看成一个3D 它只有很多图层 它很多层 叠起来的 你知道吧 叠起来的 所以说它这是一个层 它覆盖了里面那个图的那个层 你知道吧 它这个玩意儿啊 这个东西啊 覆盖了里面那个图的那个层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提取 那内置那个图的那个层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另一种方法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啊 也是开到这个network 这个这个这个页面哈 然后我们再按下f5的 重新加载一下我们的这么一个网页 它这样的话它所有的资源 全部都会 在这一条里面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进行衰选 进一步的衰选 怎么样呢 我们点这个imagine 就是这个点这个就是意思说呢 它可以帮你衰选出所有的图像的元素 因为它载入一个网页嘛 它肯定载入了其中很多的元素 比如说它一个脚本啊 样式啊 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只是衰选它的图片 对不对 因为我只要这样图 OK 那我们我们这样的就是 取巧的办法就是 点点中其中最下面一个 好 然后你按住那个 箭头啊 上面那个箭头上键 然后你只一好 你会发现 哎哎哎哎哎 好了 那你看 它这里会有一个预览窗口 对不对 它有这里有一个预览窗口 这个可能拉不太大 那你知道这个图就是一个图了 对吧 然后右键 OK 它就图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保存了 图名存位 你随便存拿你都可以 对吧 OK 我刚已经存过了 好的 那这是这是一个 OK 这个的话 啊 对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更加进阶的 更加进阶的是怎么样做的呢 就是 嗯 我之前想的那个例子在哪 哦对 是这样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你比如这种图哈 你新标签打开之后 你想要这样图的大的版本 它它这个图很小 对不对 你可能觉得不太清晰 你想要更加高清的版本 其实它这个高清的版本 在它的一个数据库里面是有存储的 那我们怎么提取它的一个数据库的内容呢 因为它上在这种网页 我们直接看到了 它后面写了一个 呃 Param等于什么 1180Y180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这个这个玩意 它指定了这个图层的一个大小 有没有 我们所以说我们把它删去 再载入 它就是圆图的大小了 所以说很多 比如说像 我记得B站之前是用的这种 我看一下真的B站也是用的这种 比如说我们要要获取这个图的 随便选一个图的 随便选一个图的 它的一个封面对不对 我们选封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封面对不对 好了 我们打开到新的标签页 我们打开到新的标签页 这个时候它的图很小的 因为它上面有了一个 一个at 160Y160H 就是长乘宽 它是 160乘100的 那我们把它删去 就是圆图了 就这么简单 OK 那好 那你可以是想保存就怎么保存了 想怎么保存就怎么保存了 这是一个 好的 然后还有更加进阶的话呢 我看一下 刚刚那个讲了没有 比如说像那个 嗯 这种 它那些有些网站 它的一个内容 它不允许你下载的 那你可能想要 然后你怎么去获取呢 你也是一样的 你按下F12 然后你点一下 好的 就就就就有了 然后你就 哎 哦对 你要把它切回去 切到一个2 这就是MP3 MP3就对应了这个这个 这个 它的一个作品的MP3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就就这么简单 然后还有 还有更加进阶的呢 还有更加进阶的 哎 嘴巴抽筋了好不好 还有更加进阶的 像这种老外的网站 像这种网站 也是无论如何 都没有办法直接把它资源拉出来的 它的隐秘 它的那个载入 它是写在一个JS里面的 那个就更加高端了 那怎么破呢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我要下这首歌 对不对 我下这首歌 好我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 嗯 神秘的操作 对不对 OK 大家都懂的 好的 然后我们要听这首歌 我们把这原来的背景音乐 关一下 好吧 我们现在这首歌 动词大词 来走起来 好的 那么我们聊的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清楚 你看哈 它的一些那个 呃 像这种 你都不知道它什么东西来的 对不对 你看 它最后不是mp3 然后它这个 它虽然写了一个 1.128.mp3 但是它后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不要打开 打开 你打开 你看 它是一个片段 懂不懂 它是你看 就9秒钟 也就是说它这种网站 它是把很长的一段音乐 分成了几个小的片段 然后把它通过网页 加载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这么去下的话 你要把它所有片段 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再用自己的一些软件 平接起来 这是非常繁琐麻烦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因为已经 这个其实要写个脚本 去让它自动实行的 那我们已经有人写好了 我就给大家推荐一块软件 叫做科迈综合视频下载 这块软件 你直接把你的那个网址 扑进来 然后 等待一段时间 它就会自动帮你弹出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 你就可以下载它的一个 原版的一个音乐的 对 稍等一等 哎 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了 就直接最高清模式 点一下 好 它就自动帮你下了 可能就比较慢 对 哦 对 哎嘿 我这个暂停了 对它这个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然后我们就放在它 放在这就行了 好的 其他的话 我看看好 还有一些什么呢 比如像这种 这种进阶的 也是刚刚跟我说的一样的 就是你你无论如何 你这个 你这样抓 你F12 然后去F5 这样就是刷新之后 它那些资源是出不来的 它就算出来了 它也是分成一片段 一片段一片段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把它这个 这个啊 这个叫什么 它链接 给它复制到这个 这个下载这里来 那就可以直接下载了 那这是最后最后一种了 那基本上 我上述的这几种办法 是可以下到90%的 互联网的资源的 那大家可以去自己实践一下 对 那我教的话就交到这里 其实这个教程我之前也没转出 因为我觉得 应该很多人会知道吧 然后 嗯 后来有个小伙子跟我说 说 他说哎呀 你教了我我才知道的 就是这个东西不教的话 很多人都不懂 然后说我今天发个教程出来 教大家怎么去 啊 做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更多人就 是吧 就方便了 如果说 作为App主啊 或者说你想 自己做些什么 视频啊 或者说一些作品啊 对不对 这都是一些很方便的方法 OK 那就到这里了 啊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